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君请 大首领 我提议 今日 咱们请于顺闲行 如何 我 好啊 我 我怎么能 余顺 帝君让你先行 那就请吧 这 走 余顺 来 来吧 好好好 行 行 行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之前没有人敢对这大河 做出如此大的治理 因此有些疏漏 也是在所难免的 玉顺 你过奖了 这次啊 我带着俄皇女婴 沿着这大河 一直走到了入海口 纵观整个水情 我发现 以我们现在华夏 和东夷的人力 还有财力 这烟渡之法 是不可行的 你们来看 如果有小的水患 采用这烟渡之法 是可以的 能够控制局部的水情 但是遇到大的水患 这烟渡之法 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几次大的水患证明 仅用烟渡 会给华夏和东夷 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 原来 这么多年 我们治水无功 就是因为 没有完全搞清楚 脊水的水情 这耗费了我华夏 多少人力和财力呀 玉顺 你的主意是 我治水的方法就是 输浸 如果能在上游 确定输浸的合适地点 和排水方向 水患可治 你们看 这挤水 有九道弯曲 而且 当发生大的洪水的时候 水势就积蓄在弯曲的地方 只要大水积蓄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对下游河段造成危害 所以 我认为应该找一个薄弱的环节 放水 只有洪水分流 才不至于淹没下一个河道 也可使现有的淹堵工程奏效 这舒骏 加之淹堵 水患必至 倒也并非所有的水灾 都对我们没有好处 就拿我们归锐来说吧 正是多次水灾过后 留下了丰厚的泥土 沉积而成的 于顺说的有道理啊 不过说起来 这舒浸的工程也不简单 经过考察 我选择了九个地方 作为舒浸口 如果能行 洪水就可以分流而泄 这样对我们华夏和东夷来说 又多了九块肥沃的土地啊 玉顺 依你看 整个的工程要完成 需要多长时间 以现在我们华夏 还有东夷的财力 以及人力来看 整个工程完成 需要大概三十年 或到五十年 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呢 好 自顾洪水违患苍生 可从来没有人 能拿出一套方案 来对付它 依我看 三十年也好 五十年也罢 都不算长 因为这工程一旦完成 带给我们的安定 和利益 是千百年的 功在千秋 看个了啊 看个了啊 淘罐嘞 看个了啊 淘罐 淘罐 看看了啊 妹妹 你去换些鹿肉回来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把父亲和大首领都请了 好 义父啊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 可是出了一口恶气 一年前 在归瑞的义士大厅里 这顺哥哥 让滚 给狠狠地抢白了一顿 他就发誓 要弄清积水的情况 今天 滚让顺哥哥说的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这可真痛快 嗨 你就知道痛快 咱们干什么来了 去 换块肥鹿肉 来 拿着 拿着这几副豪草药去换 多一点也没关系 行 知道了 那我先去吧 去吧 义父 看看 我们走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好 治水的方案已经很成熟了 尽管需要几十年 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 总有成功的一天 帝君说得对啊 经过余顺的这次考察 让我们知道了真相 这以后的事情啊 就好办多了 找这么看来 泰山惠盟的日子 可以定下来了 帝君 这泰山惠盟决定的 不仅仅是治水大事 而且 还有更多麻烦的事情 要等着我们去处理 好 玉顺 我听说你这次考察途中 有人想暗害你 有这事吗 大首领 我看过去的事情 咱们就不用纠缠了 我们眼下 结盟的事情 才是大事 对了 我给忘了 俄皇想请帝君 还有大首领 去家里吃饭 他现在跟女婴 还有干爹 正在家里张罗呢 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俄皇做的饭了 可自打他出嫁 我就再也吃不上了 好 那我也凑个热闹啊 好 帝君 大首领 不好了 怎么了 小主 小主拿着短剑 在集市 追着公公砍杀 吓得公公四处奔逃 什么 女婴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听她喊着 要给那些死讯的 随从们报仇 帝君 大首领 我过去看看 好 快去 走 快带我去 诺 帝君 这件事情 你不好出面 我过去看看 那就有劳大首领了 小主 女婴 小主 小主 女婴 小主 小主 女婴 不能乱来 你听我声外小主 小主 女婴 不能乱来 住手 女婴 小主 小主 你听我说 小主 站住 女婴 你妹妹快住手 快住手 住手 妹妹 小主 女婴 女婴 小主 你听我说 女婴 你干什么 女婴 你住手 别乱来 放开我 女婴 你冷静点 女婴 有话好好说嘛 你怎么跟 贡公他人 动起手来了 就是他 就是他 放得见 哎呀 连大首领 都给惊动了 其实啊 都是误会 你胡说 有什么事情 我来处理 公公大人 你先请回吧 好 我要不是有些伸手 早就让他砍成几段了 有胆了 你别跑 你 跑吧 于顺 我有些事情 要单独跟女婴谈一下 好 走 去吧 好了好了 散了散了啊 好 没事了 没事了 散了啊 好了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家都去忙吧 去忙吧 你说的真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这么严重了 我女婴 当着脊水和泰山之神发誓 我也别发什么事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说过谎话 你要不信 你可以去问顺哥哥 我信 可是 这件事情 太过复杂 牵涉到华夏的重要首领 滚 不仅是帝君 当年挑选了治水首领 也是地位的备选人 眼下 咱们两家惠盟的日子不远了 你要以大局为重 以大局为重 大首领 那是十几条人命啊 就这样白送了吗 女婴 他们都不会白死 我这个大首领 向你保证 好 那我相信你 好嘞 好 大首领 我给你加点酒 好 女婴 你为什么要拿着刀 追着贡公砍呢 义父和姐姐 让我去换鲜鹿肉回来 我走到九四看到 滚 欢兜还有贡公 他们在那儿喝酒 贡公说 女婴 你能活着从西北回来 还得好好感谢我呢 我一听就火了 他分明就是凶手 还敢当着我的面说瞎话 我一生气我就拔剑了 女婴 以后不许再瞎胡闹了 要是你坏了余顺的大事 父亲可不饶你啊 知道了 大首领 好了好了 来 咱们都吃饭吧 看看 鹅黄今天可给咱们做了不少好吃的 好 真香 敌君请 鹅黄这一路上啊 把各地方好吃的做法 可是都学会了 来 你们看 这是西北的烤肉 那个是石虎之农浇他烧的鱼汤 说起这石虎之农啊 他可真是个奇人 自己一个人渔猎度日 几乎不离开那方圆几十里 可天下大事啊 他全都知道 帝君 我听说华夏有很多高人 一会儿有机会 我真想见识见识 好 大首领 来 为虞顺这一路辛苦 敬他一杯 好 来 来 来 虞顺 这一年来的考察中 除了治水 你对两大联盟还有什么新的法子吗 依我看 这治水不过是两大联盟合并的第一步 这比治水更难的 是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办法 这里面包括用人办法 政令办法 还有财货的办法 刑法的办法和冰桶办法 还有最重要的 要把华夏和冬夷两大联盟之间的松散 彻底改变过来 这样一来啊 两大联盟就可以成为一家人了 这些我倒是想过很多 可办法好想 实行起来很难 比如说各大部落的首领 都有咱们统一选派 这就出了首领的新窝子 要真实行起来 必定会有人造反 所以啊 我迟迟没有行动 帝君 大首领 这件事情再难也要办 不过不能操之过急 那依你说呢 行摄政之事 而不以摄政之名 各位大人 经过几日的商议 都觉得于顺治水主张好 但要一步步地实行 几十年要治理一条大河 必须要有一个总首领 我跟帝君商议过了 由于顺做这个总首领 大家有什么意见 好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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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意见 没意见 好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那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哼 我滚多年治水无功 应当被贬值 那于顺要是治水不成功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有个说法 滚大人 五年期限治水不成 我会自动退出来 各位大人不必有顾虑 不过 这治水的事情 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这成果也只有一点一点 才能够显现出来 封官 若是这水灾一年比一年轻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各位大人 于顺开始负责治水一切事宜 虽然没有摄政君之名 但有摄政君之权 有杀伐决断之权 各位大人 如果有什么意见 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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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于顺 你来分配吧 多谢帝君 大首领 还有诸位大人 对我于顺的信任 华夏的事情 帝君说了算 东夷的事情 大首领说了算 可是从今日起 这治水的事情 就由我于顺说了算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 做好这治水之事 下面分配治水各首领的分工 博弈 东部石大人 你们负责这治水工程的工具制作 诺 诺 子器 子器 秦布空大人 你们负责治水工程的人力调配 诺 诺 后继 血尔大人 你们负责治水工程的食物供应 诺 诺 大首领 那就有劳你负责这治水工程的刑法 诺 帝君 有你负责主管治水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你看如何 诺 分配了一个轻松的菜式给我啊 所有的人都没想到 于顺行摄政之事而无摄政之名 也就是司马迁说的 顺得举用事二十年而摇食摄政的状况 竟然拖延了整整二十年之久 从松散的联邦制度走向国家 其间出现的困难 也远远超乎于顺的想象 给 滚兄 滚兄 说是由于顺 统领治水 还要协调治水的各项势力 我总觉得这里有些不对劲 让他治水倒没什么 怕的是咱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帝君的意思你还没看出来吗 帝君和大首领 说是要协调治水的问题 可这天下的大事就是治水 这不是明白着吗 让于顺一步步把大权都揽在手里 哼 所有人都分派了实事 就让咱们看管治水的苍林 这分明是小看咱们 看管苍林倒没什么 咱们少做少错 还落得清醒 问题是于顺把所有人力都调去治水 就相当于华夏和东夷的军队 都归打指挥了 这招可真够狠的 我跟你说 你今后啊少惹那个女婴 她追着要杀你 差点误了咱们大事 知道了 我听说高摇私下找女婴 问了很多考察积水的事情 那个家伙眼睛像毒蛇一样 怎么往后再多留神才是 这个于顺在安排两边的首领 他那神器好像他现在就是天下的公主 老子恨不得割了他的脑袋才结恨 就算不和于顺其干戈 咱们自己的日子也是越来越难了 滚兄 难道说咱们就真的 老老实实地在这儿看管苍林吗 是啊 滚兄 滚兄 要不 我到有苗市那儿走一趟 好 好 你就去吧 或许那里会是我们唯一的对流 记住 这件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 夫君 不管路有多远 得先走好第一步 咱们一起考察积水啊 这一步走得就很扎实 你就这么走下去就行 好 对了 女营 阿华 咱干爹岁数大了 以后啊 你们不用什么事情都跟着我 在家好好照顾干爹就是了 于顺 干爹这儿可不用你们照顾 部落里的人多着呢 你常年在外奔波 身边没有个人怎么行啊 再说 我还要管着 所有治水人的伤病治疗呢 干爹可是这 夫君 你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父亲让我们做你的夫人 不是让我们来为你守着这几间草房的 行 跟着 跟着 大首领啊 这么多年 我头一回觉得这么轻松 往后虽然还有很多事情 可起码迈出了第一步 帝君 这都是于顺想的办法好啊 通过治水 把华夏跟东夷结盟的事情 向前推进了一步 等时机成熟 泰山结盟 那也只是一事罢了 女英 不 王儿 我可把于顺交给你们照顾了 啊 父亲 你先说把我们交给夫君 现在又说把他交给我们 你到底把谁交给谁啊 这是我说的吗 可是有件事情 我一定要先告诉大家 你说 这次我去考察积水 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这滚大人利年制水 用淹毒的方法 已造成积水一重大隐患 淤泥越来越深 越来越厚 而河床也越来越高 我梦说 我去找你 你找个摩托吗 我会想要你 但是我说不想要你 我去找你 你找你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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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你的 这段时间 那是条监制 有个摩托的 这段时间 没有什么 姐姐 这积水 是从上往下流的 这顺哥哥治水非要从中游开始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挤水的上游啊 是汇集之地 无须治理 中游呢 经过华夏 水势行程 书郡的地点啊 不及下游多 下游流进东夷 分出几个支 可以书郡的地点很多 所以啊 夫君自中游治理的法子是管用的 是这样啊 姐姐 我们跟顺哥哥走的路一样多 但是你知道的就是比我多 难怪唐渡的人都夸你聪明 姐姐可不如你 你敢追着贡公砍杀 我就不敢 女婴 我觉得夫君好像最近不高兴 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是吗 女婴 不妄 你们快看 你们的兄弟来判你们 你们二年 二年 二年 好久不见了 快想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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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长高了你 你也长高了 你们怎么来了 父亲让我们兄弟都来归锐 跟着总首领姐夫学习智水 是吗 太好了 咱们从小啊就分开 唐游不仅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顺 在顺担任智水大统领之后 他还把自己除丹珠以外的八个儿子派到余顺身边学习智水 只是细心的唐游对顺的器重 也是一种考察 总首领这办法真不错 把仓领建在智水工地的附近既方便又安全 上次归锐仓领集中了所有的物资 结果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现在应该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了 只是这次让咱俩负责调集智水用的粮食 可是东夷人不愿意把粮食送到华夏 华夏人又不愿意把粮食送到东夷 没错 虽说是统一智水 可华夏跟东夷分割多年 大家还是放不下这防范之心哪 据我所知 其他的首领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是啊 就说滚派人送来的两吃粮食 其中一半是草籽 这事怎么办 你们知道吗 我们这里啊两年没有发大水了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 今年很有可能发生水灾 我跟你们的姐姐沿着集水一带考察了一番 按照我的判断 如果今年发生大水 那么这块流域是最先受灾的地方 就这一带 这下面是羽山啊 滚的行宫就在那儿 华夏那么多首领都没有行宫 就他在羽山建造了行宫 他在那里的财物还不少呢 可是他治水多年 羽山一带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险情 麻烦就在这里 你们知道吗 这滚啊 他一直主张淹堵 所以呢 这上游河床的淤泥 就越积越厚 而且这河水越来越高 这淹堵的堤坝很容易出现危险 一旦险情发生了以后 这河水就根本拦不住了 我从地形上判断 今年的淑骏工程 就应该从这里开始 于顺他在说梦话 今年的大水能淹了羽山 怎么可能 宗首领已经跟帝君和大首领说过了 淑骏工程 马上就从羽山开始 荒唐 我管治水多年 连自己家河道都不清楚 说会让大水淹了自己家 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但于顺求公新妾 也不应该把我的家 当作他的淑骏之地吧 帝君来了 你自己跟他说吧 帝君 听说于顺要在羽山淑骏 他不会是想放水 淹了我家报复我吧 于顺不是这种人 他说华夏历年实行淹堵 只是积水 在华夏的河床下淤积了大量泥沙 今年如果发生大洪水 受灾最严重的将不是东移 而是咱们华夏 他说的没有道理吗 帝君啊 于顺无理 这积水啊 在我华夏的河床下 的确淤积了一些泥沙 可这根本对咱们形成不了危险 帝君 如果你如此信赖于顺 那我就和帝君打个赌 帝君 天神在上 如果今年大水淹了我华夏 我就将羽山行宫拱手相送 反之洪水过后 我羽山行宫安然无恙 叫于顺 老老实实将治水总首领还给我 滚 这不是他赌的事 于顺负责治水事宜 咱们都得听他的 你立刻返回羽山做些准备 于顺很快会带人过去 我的帝君 看来你也不敢替他担当是吧 那就请转告总首领 不要替羽山操心了 我管是皇帝后裔尊贵之体 自有天神保佑 他对我的诅咒不灵 他要真有那呼风唤雨的本事 就让大水淹了我羽山吧 我等着 好 如果大水真的淹了羽山 咱再算账 好羽儿 扔得真远哪 于顺真是招人喜爱啊 是啊 现在儿子都三岁了 所以也催人哪 要再不干点大事 咱们都老了 是啊 还都这家伙走了这些日子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从这里到三渺 得走些日子 滚兄 我听说于顺要在羽山输军 是不是想淹死咱们 滚兄 咱们私下里说 羽山上游不会有危险吧 如果不是百年一遇的水患 羽山不会有危险 我的身家性命都在羽山 不会掉以轻心的 那倒是 扔得真远哪 好了 这么说 于顺就是想划中取宠 骗个好名声 滚兄 你放心 如果真出了士气 我在西北的部落还有重兵 咱们有退路 公公啊 我把我的物资粮食兵器 送到你那儿 就是余方不测 还是滚兄想得周全哪 从极水到羽山底下的这一段 是华夏最为富庶的部落 可是一旦被水淹了 这华夏将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玉水 你真的要在羽山上游 开口输郡吗 可我得到的消息 滚在四处说你 说你挟私报复 如果今年没有洪水 那你可就麻烦了 我宁愿承担所有的骂名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洪水 把华夏给淹了 好 说 我怎么才能帮你 动员 东夷的部落 拿出物资 还有粮食 集中一批人 在羽山上游 马上开工 还有 帝君那边已经说好了 不管他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帝君都会全力支持我们 好啊 我马上派人 带着东夷所有的治水物资 全去帮你 多谢大首领 来 来 拿上 来 行吧 来 大家抓紧啊 来来来 好 小心 小心点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小心点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放紧了啊 大家听我说 汛旗即将来临 洪水就要冲过来了 我们带着少量的粮食和工具 先行出发 虽然路途艰辛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少用七八天的时间 剩下的食物还有物资 由大部队从大陆押运 无论如何 我们要赶在汛旗来临之前 赶到那里开口泄洪 诺 看着天哪 大雨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去的这条路啊 全是高山密林 碰到这大雨天 就更加不好走了 还是我给你们带路吧 干爹 你不能去 你年龄大了 推脚不方便 还是由我来带路吧 再说了 你指的那些路标我都记住了 不会出现差错的 干爹 后边这些粮食和物资 全都交给你了 好 天神在上 保佑鱼孙 治水成功 天神在上 保佑我们 治水成功 治水成功 有 出发 出发 干爹 干爹 你放心吧 顺 快走 这场大雨也下了五六天了 看样子还是没有放晴的意思 今年的大雨可不一般 多少年也没有下过这么长时间的大雨了 看着真是 会不会真是让于顺给说中了 不会的 我羽山的烟赌工程是最好的 这场大雨啊 还冲不垮 天神在上 我果然愿意献出性命 求你保佑羽山 保佑我儿子羽 我的天神哪 这么大的雨水 一连下了五六天 于顺他们在路上 肯定会非常危险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是什么忙也忙不上啊 咱们附近的大河小河都忙了 今年的水势肯定很大 我想华夏今年的大灾是肯定躲不过去了 如果大家都听于顺大人的齐心协力 在羽山上游泄洪就好了 是啊 高尤大人 高尤大人来了 走 看看去去看看 高尤大人 高尤大人 于顺哪 他为了不耽误泄洪 一阵领着人 抄近路出发五天了 是啊 已经出发了 我们去找他们 走啊 我赶紧去 我赶紧去 小心点 小心点 大家都快点走啊 前面还有一天的生成 就到了泄湖的地点了 再玩就来不及了 快走 放心吧 我的兄弟们 有的是力气 一定来得及的 好 快走 武俊 咱们是不是走错了呀 你怎么知道是往那边呢 大树长满苔藓呢 就是东北方 反正就是西南方 快 快 小心点啊 快起来 快起来 走 快 快 人员和物资都预备好了吗 早就预备好了 给渔山大人选的泄洪地点 咱们不知道啊 也不知 把人员和物资送到何处 现在水情如何 这些日子 往积水各处都派人查看 刚才有人回来说 羽山上游的淹堵工程 已经快撑不住了 羽山一带如果洪水泛滥 滑下大部分都得被烟 滚雾滑下呀 要不是他竭力阻拦 咱们不至于遭这么大的水灾 刚才龟瑞派人快马来报 余顺来不及调及远处的人员和物资 只领着龟瑞的一些人出发了 按照曹木子指的进路 已经走了六天了 还是余顺有主意 这样 你再带些人 带着物资立即出发 到羽山上游和他会合 到 回想啊 死了 父君 夫君 咱们怎么办呢 不管出什么事 要保护好咱的宝贝儿子 滚秀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去找两条木筏子呢 好 你去了 这水越长越高了 连粘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也别哭散了 谁还没眼的脖子掺和 我死了倒没什么 可是羽儿 你看咱儿的羽儿 一脸的神清气爽 蛮不在乎的 儿子 你讲了必是干大事的材料 儿子 你看看 你怕这大水吗 不怕 这才是我的儿子羽啊 好样的 苍天啊 神灵啊 救救我的羽儿吧 别怕 我们死不了 我儿子说了 他说我们不会死 他是水神 儿子 你是水神哪 你是水神哪 我儿子是水神 好好好 儿子 滚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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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筏子找到了 龚龚 我就把七儿儿交给你了 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滚兄放心 来 照顾好咱儿子啊 别让他离开你 有天神保佑你们云子 快走吧 滚兄 要走一起走 我儿子 我滚已经把命 交给了天神 我滚是为水而生的 死在水里 那是天命 走 滚兄 走 王中 走 滚兄 可悦 unuz 快走啊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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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点 跟上 盛哥哥 咱们人手不够 吃的也快没了 大家快干不动了 大家咬咬牙 加把劲 只要多放些水啊 我们就会少一些损吃 加把劲 好 好 加把劲 好 缘故的部落 隐隐篝火 照亮星辰下 图腾的轮廓 石阳天高阁 长阴在我 燃尽将天地涂抹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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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 us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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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川之月 恩自迎山河 萬里城山如雪 南風走移影 大道之行 天下未光 徒天宋 啊 徒天隔之水患 麟盛行 不易掌握 民太平革 若萬里城山如雪 南風走移 大道之行 天下未光 徒天宋 啊 徒天隔之水患 麟盛行 不易掌握 民太平革